旺旺集團必要媒體攻擊 推行他鬥爭議題的動具 我們的聲音為什麼被消音了 為什麼被所有的有線電視台新聞台消音了 因為旺旺集團非常的可怕 他有有報紙 有有頻道 有有有線無線雜誌 他讓所有的有線電視新聞台 產生了韓差效應 他們不敢報道 今天在場有所有非常多的記者同業們 我要問大家的是 如果你鏡頭下拍到的真實沒有辦法播放 如果你眼鏡看到的真實沒有辦法寫下 如果你沒有辦法伸張社會正義 你只能為老闆的利益集團服務的時候 我們還是記者嗎 我們還是記者嗎 今天所有站在這裡為台灣媒體改革運動 主廷了半個世紀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和民主被他摧毀殆寂 所以 今天我們要大聲的站出來 我們要從中國時報走到NCC 邀請要求NCC強烈建築好不好 好 我們謝謝 陳會長 跟陳會長 已經非常堅持了 對我們說明資源核心的訴求 我們還要口號 我們 新聞專業 大家喊 不容健康 金融最熱 不容健康 金融最熱 不容健康 我喊新聞自主 不 你的罵喊不可屠殺 新聞自主 不可屠殺 新聞自主 不可屠殺 不可屠殺 不容健康 公司的大榮 避兇我們今天有行的抗議書 接下來 我們就請 各合體 的代表 來說明 為什麼 為什麼今天 我們要期待在這地方 我們要走消滅細心 我們要表達 我們怎麼樣的一個心聲 好 接下來 我們要請到 前中國時報的記者 張宣芬來為我們講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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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裏徘徊被介紹成 是那個 罵喊的大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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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經在中國 喜歡的工作 不過那個時候 我們不是從這個 那邊進出的 我們是從大理 接進出的 因為那時候 今天是鐵道 這邊很荒涼 很多 曾經在中國時報工作的朋友 對這個地方是有假情的 包括我們自己在那裡 為什麼我們今天會弄到要出來大英明星 實在是因為 這個媒體已經完全忘記他的方向 他找不到自己的正門在哪裡 我們今天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訴求 就是要道歉 前幾天呢 萬多集團自己當了一個聲明 那我看了聲明以後 身受感動 他這麼有誠意說要接受社會攻擊 那我當然要提議一下 然後既然他這麼謙虛 走路公這個事情 從頭到尾就跟黃國昌沒有關係 中國時報的第一線的記者有晚期 他到現場採訪的時候 寫回了一個稿件 寫到走路公這個事情 但從頭到尾沒有提到黃國昌三的事 因為這就是現場的事實 只有看到走路公 但是黃國昌不在見 結果這個新聞呢 等到見到的時候 顯然經過了 望中高層的這個編成台以後 誒 一花接入了黃國昌三個字呢 就被 種到那個島式裡面去了 然後還一樣還是有晚期去年 現在望中集團說他沒有做假新聞 誒這個就是假新聞 所以說黃國昌帶頭抗議這個恐怖公的事件 這不是事實 這就是假新聞 而且這篇文章有晚期的距離 這也是假的 他的新聞不但內容是假的 而且作者也是假的 就這一點我認為 望中集團欠我們一個道歉 在黨國控制媒體的時候 我們常常發現呢 黨外的遊行 這個政見發表會的時候 兩三千人 但是只有一天打開報紙 上面沒有一件事 因為在黨國控制下的媒體 他就是在告訴反對者說 你必不存在 那我們今天呢 好幾千人的遊行 很多的電視台不敢報導 因為這些電視台會擔心 如果他們得罪夢中集團的話 他們的電視台根本就沒有辦法 這個就是 在商業壟斷的這個媒體裡面 他同樣在告訴反對者說 你必不存在 但是我們存在啊 我們今天來到現場的各位朋友 除了翻新媒體之外 很多人參與很多的社會運動 比如說 守在樹林王家的 比如說 跟著華龍罷工的 我每天每天看著這些 社會運動這麼多 我都覺得很難會 因為我沒有幫到 可是我覺得 那年始我就把我自己的一塊收好了 就是應該說是 我自己是被人家 和願意平反學會的成果 就是有些是想的 我們前幾天看到 將國際人家愛的陳兆敏 他們又不起訴了 然後我們看到出現河案 好不容易平反 那接下來我們要全力聲援的 另外一個死刑個案 叫做正經河案 這些動要的議題啊 媒體常常沒夠關切 難怪怨愛人人不絕 那我覺得這是為什麼 我們今天要站在這裡 有時候我們回想到 過去那個解人權後的時期 覺得說 每天在街上抗爭 好像那是個很美好的時代 但是我想說的是 只有一個原因 能夠讓一個時代美好 就是我們反抗了 所以我們今天 其實正是要透過 今天此刻的反抗的行動 讓這個時代 成為一個美好的時代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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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